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上午公布的报告指出 我国政府内部已经连续四年 没有发生严重的数据泄露事件 报告显示 本地上个财政年 也就是在去年4月1号到今年3月31号之间 共发生了201起政府数据泄露事件 比前个财政年的182起增加了大约一成 而尽管投报有所增加 但是没有任何的事件被评估为高度严重 严重程度属于中等的事件 也从前个财政年的46起 减少到上个财政年的29起 当局指出 这要部分归功于当局逐步落实保安程序和技术措施 以及公共领域对数据安全的意识有所提高